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目前在大陸網界燃燒一件事 整個網路輿論是搞得收不到課 這件事是關於一個華為離職員工 他遭到華為控告 然後坐了251天的冤獄 到目前來說 還在網路上非常熱議 因為實在是太多的網民看不過眼 遭到屢次的洗太平地 清洗了這些內容以後 那些網民是繼續說的 大家一起看看這件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先說說這件事是冤案的受害人 他的背景是什麼呢? 他在華為工作了十二年 名字叫做李鴻元 他在一篇專訪說到 當時他擔任所謂逆變器的業務 就是靠國家的補貼來存在 銷售無利就很低 如果想賺錢就只能把規模做大 他提到部門的業務很早就存在了造假的情況 他說對於他對華為的感情 他就覺得要必須把歪風壓制住 所以就在2016年11月的時候舉報了 這就證明了華為可能有些部門的主管 當了他是一個麻煩人 好了 然後他就明顯感到那些主管開始針對他了 例如不批准他出差 或者他手下出決的時候 他上中了一些人才 他就不批准他進入他的團隊等等 那麼去到2017年年底的時候 李鴻元的合同就到期了 要跟華為來討論這個續簽合同的事宜 當時部門主管就跟他說 華為就不會跟你續簽合同 那就請便吧 好了 他由於華為任職超過了12年 根據大陸勞動法的規定 他是可以獲得賠償的 那麼他就跟這個人事部門協商了 是可以獲得30萬人民幣的離職金的 誰不知這件事就令他惹禍上身了 那麼原來這一塊錢 就是通過部門秘書的私人帳戶 是轉賬給他的 好了 去到18年年底的時候 深圳的警察就以涉嫌職務侵佔的罪名 就去到他家裡拘捕他了 然後去到派出所的時候 罪名又改了 又變成涉嫌侵犯商業秘密 好了 去到今年的1月的時候 他又收到一個逮捕證 罪名又改變了 變成是涉嫌敲詐勒索 那麼在這段期間 這一名的李鴻員 一直就困在這個派出所裡頭 那麼直至去到今年的4月 他才知道 由於那筆錢 那筆的離職金 就是通過部門秘書的私人帳戶 轉發給他 好了 這就是成為華為認定他勒索的鐵證 當時他非常幸運 由於他跟這個人事部聊天的時候 他就有錄音 故此 他這個秘密錄音 就交回給這個派出所裡頭 是證明到他沒有敲詐勒索到華為 最終他就困了251天的冤獄 才能放出來 去到今年的8月23日 深圳的檢察院就確定了 由於他犯罪事實不清 證據不足 對於他是不起訴 並且是無罪釋放 直到今年的11月25日 深圳龍江的檢察院就宣布 由於李鴻源遭到251天的冤獄基額 故此國家賠償10萬人民幣給他 李鴻源在微博上發布這個消息以後 就是引發大陸的牽然大波 到現在都收不到科 因為禁止又禁止 那些人都是繼續說 因為實在大陸的網民是非常生氣 第一波是何時來封禁呢 大量在微博、微信、支付等等 所謂大陸的社交平台 引起了很大型的討論 只不過在11月29日 一夜之間全部都何諒了 談都不准談這件事 當然那些網民就非常生氣 因為這件事事實上是華為不對 因為他坐了251天冤獄 即是很廣泛的網民都不妥他 尤其是那些網紅都出來說話 以及一些有良知有良心的大陸的新聞從業員 亦都出來說話 故此引發了第二波的討論 雖然這次再上不了那些所謂熱手的榜 但是也關不完 所以第二波來說 就沒有再關得那麼厲害了 繼續都還有人在談 而且到這一刻都已經按不住了 臭屎物都按不住了 所以事主還接受了一些媒體的訪問 現在更加爆到官媒都登上了 所以現在基本上是蓋不住了 這件事是收不到貨 那些人還繼續討論 這些是比較少見的 通常就是臭屎物 第一、二天封了 以後那些人就不說了 但這件事是引起了很大型的討論 收不到貨 到現在還在網上談這件事 為李鴻元普打不平 到底華為在這方面有什麼回應呢? 他們的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 就在社交媒體轉發了一篇文章 就叫做針對華為的黑公關狂歡 他就說到有三隻幕後黑手 大家看看他們的思維模式 原來大陸的網民都不買這一套 他怎麼說呢? 他說有三隻黑手 第一隻黑手就是美國 為什麼呢? 因為華為強大最害怕的就是美國人 所以幕後第一個推手 肯定是美國潛伏在中國境內的非政府組織 而且他還將這些事與香港的事件連繫 他說他們美國人剛剛在香港 做了幾個月見不得人的事 現在又對華為落手了 老實說 你這種思維模式 除了大陸的小粉紅會掰之外 一般有正常智商的網民 看見都覺得只有一口笑 明明是你告李鴻元 幸好他很聰明 他在殺取賠償的時候 是有秘密錄音的 如果沒有他就坐到今時今日 然後你說這隻黑手 第一隻就是美國 你有什麼邏輯呢? 第二隻黑手是他的競爭對手 他就提到其他的有商壓力非常之大 所以他們的資本也有投機 參加了這次針對華為的黑公關 到底你這些說出來有沒有證據 你轉發這些文章 老實說 如果你不認同他 你又不應該轉發 等於這個吳秋北 你轉發李嘉誠那張改圖 說他是蟑螂王 然後你就不表達 到底你是認同與否 老實說 你有沒有證據說是有商整骨 如果沒有你就不會轉發 這是不負責任的 第三隻黑手 他就賴社交媒體的平台 例如微博和支付等等 因為牽涉到廣告商的利益 就去參與黑公關的成宴 老實說 你這樣永遠是委過於人 不去檢討一下 你自己到底有沒有做錯 喂 大陸的網民都不是傻的 雖然他們有很強力的言論的鉗制 但是在這些情況下 他依然能夠明辨到示威 而且站在弱勢的李鴻員身上 針對著你這家華為的巨企 除了你的回應之外 老實說還有一些官媒的回應 也是非常搞笑的 有一家觀察者網 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出來 他就說 這次重大的輿情危機 主要就是想通過打擊華為 壓制他品牌的美語程度 對於對手而言也是一個機會 而且海外的敵對勢力 也是趁機攻擊華為 繼而引導去攻擊中國的司法 和中國的政府 老實說 你這個司法制度都有些問題 經常規建制派說你是陽光司法 原來這樣就可以拘捕他去告他 對不對 幸好他有錄音 說來講去 幸好這個李鴻員 李正也不扮演 他也懂得秘密錄音 是不是 經常被人監控著他 他也懂得監控回來 好了 接著《環球時報》又登了一篇文章 叫做 《小心他們來了》 說什麼呢 就說香港的敵對勢力 通過微博等等的平台 就滲透到大陸 參與大陸社會性熱點事件 近期這宗華為事件 就出現了類似的影子 例如在支付這個平台上 就出現了一篇文章 叫做《八大訴求缺一不可》 以及打算就華為事件 向深圳警方遞交合法 集會遊行申請等等的鐵文 其實他是很害怕 怕什麼呢 就是怕香港的示威遊行集會文化 帶回大陸 怕著香港的抗爭文化 你也知道 毛澤東也說過 聲聲之火就可以療緣 所以大陸叫停這個自由行 除了有經濟的考慮以外 更加重要的就是針對政治的考慮 如果讓大陸遊客自由行 下來香港耳魚目染 看完你們的抗爭模式 又火魔法又裝修 回去會不會有樣學樣呢 雖然在茂名那裡 有些人經常說茂名 茂名已經秋後算帳搞完了 已經是game over了 真是可憐了 這段事情在官媒眼中 經常牽涉到他們很喜歡用一件事 去解釋所有事件 就是外國勢力和外部勢力的入侵 滲透 到底這段事情是不是 擺明就不是這樣 大哥有沒有人相信 老實說我也是昨天才知道這段事情發生 但其實它在大陸已經發酵了半個月 我看到網路討論區 對於這段事情的討論 也不是非常熱烈 這些問題都沒有什麼人推 你還說香港的人 去滲透到大陸 哪有人會這麼愚蠢做這些事情 一般香港的青年 就玩Facebook和Instagram多 我沒有聽過有熱衷於玩微博 除了在大陸有做生意或者做藝人之外 或者是光頭景長 你說有些人在香港的人去玩滲透 然後就在那裡煽動這些事情 鼓吹這些事情 你不要騙大陸的網民 老實說我覺得他們未必相信 這些荒謬的原因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